无论你是买的是什么样的生根粉 您都会发现呢 上面有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银朵雨酸 一个是赖雨酸 所以用它 您会发现呢 拿来生根 植物的根都长得特别的旺 大家好 我是佛沙奥花匠 很多朋友都知道 养花 根状自然苗强 所以选择一款好的生根剂 您会发现植物都能长得特别的旺盛 但是如果我们买错了生根粉或者生根剂呢 那么经常是用了之后呢 就没有效果 那么您有没有研究过生根粉或者生根剂呢 我在五六年前刚开始养花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考虑这个东西 到底什么是生根粉 等于是生根剂 然后我在看了很多的资料之后呢 我就发现呢 商家卖给我的那个生根粉 生根剂里面呢 都有这两个成分 一个是淫朵雨酸 一个是赖雨酸 春天呢 是植物生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如果根长得好呢 一整年植物都不缺乏营养了 那怎样才能养根呢 把根养好有什么必觉呢 其实您要知道 我们想要养好根呢 一个是黑暗的环境 是必须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土养 要够湿润 要够透气 通风透气 另外呢 最后一点呢 就是细胞活性 活性要比较足 这样子呢 植物就会轻松长出 超级大白根了 经常有朋友问我 移栽的时候 或者是刚买回来的苗子 为什么长得那么慢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是我们给它的那个东西 不对路 比如给它的生根粉 并不能起到 促进生根的作用 所以呢 养花种果树呢 啥都不弄 先把生根粉给配好了 那么您会发现呢 植物都能长得特别的旺盛 而一年之中呢 我觉得蛋林甲的需求呢 是必须的 但是呢 生根粉呢 也可以经常给植物使用 尤其是苗期 或者生长期 或者是天气变化的时候 定时用点生根粉 您会发现呢 植物都能长得特别旺 因为根状就是苗墙 引钉乳酸 赖乳酸 这两个呢 就是普遍 我们在市面上 买到的那个 生根粉里面的主要成分 而我们现在用的这一款呢 是直接使用 效果是最好 为什么说它效果好 因为它直接就是代替了 很多原始的操作 比如我们不需要稀释 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个是胶囊型的那个生根粉 直接买在瓜盆里面 您就会发现呢 植物的根性特别的旺盛 省了我们稀释 省了我们去弄那个浓度的问题 养花 我觉得尤其是现代时社会的养花呢 一定要是简单 而且是有效的 比如用这个胶囊型的生根粉 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生根作用 如果人有养花呢 总是问我 这个花怎么那么难养啊 那植物怎么不生根呢 怎么不吸收营养啊 明明给它了很多的肥料 但是总是状态不好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您的植物根性不吸收 所以呢 我们养花呢 有时候要懂得正确的方法 比如怎样简单的给植物补充营养 补充生根剂 根状苗才会强 所以定时需要把土壤松一下 然后把这个生根粉把胶囊打开 当然您不打开也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东西慢慢也会溶解出来 只是这样弄完之后 您会觉得特别的省事而已 盖上土壤浇上水就完事了 植物就可以慢慢吸收这里的生根粉 然后逐渐把根给养墙了 今天是四月份 四月份是最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月份 也是传年种植的最关键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养得好 那么植物一整年的状态都会忘 因为这个时候是养根的关键时期 把根养状了一整年 您都不缺乏吸收营养了 是不是 只有根好了植物才会忘 一整年才会挂满了果 所以选择一款合适的好的生根粉 您会发现一整年都省事 但是如果算错了 那么您会发现一整年有可能白忙碌异常 记住了吗 在春天啥都不干 先把生根粉准备好 您会发现养花才真的清爽 好了今天罗叔到这里 我是佛莎阿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